来关心的是呢 就在台湾实施了所谓拒绝酒色 就强制验血的心智之后 在台北市这边第一位拒绝酒色的 妾姓男子现在传出他的身份 是台大5G之一资宫迷的前经纪人 而且事发当时他车上还载有 疑似是载有一名女艺人 就在刚刚我们的记者呢 是已经询问了资宫迷 而他也有最新说法 最新状况连线宽展 就是台北市出现第一个拒绝酒色 需要强制抽携体验的案例 而这个男子呢就是台大5G资宫迷的前经纪人 他角色值高达0.56超出的标准值 我们看到呢现在据册的最新 据册的画面曝光了 我们可以看到车上也带有两名的女性 有人对着镜头是资资源源不愿曝光 而传出其中一人就是一人资宫迷 不过我们刚刚电访他完全否认 我们来听资宫迷的事情访问 那昨天你有跟他一起在忠孝东的车上吗 没有耶我刚刚已经应该提个记者回复过了 因为我昨天晚上才工作出国回来 马上就回家休息了 所以您也不知道就是说 现在Alan好像疑似酒驾 然后再派出所 对我其实刚才知道的 所以那你之前认识他的时候 就是请问是他开的是 就是B&N大利的 这边65年次的谢信男子呢 由于他拒绝有车 不但要被罚9万元 调相加造三年 而在11点上或在11点钟呢 也会被依公共危险证移送地检署 遭有最新画面 立刻为你做联系报道 主播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